太帥了 回到首席鲁味灘 巧于湖南老同乡 马前总统小年夜 依照惯例到老家附近的新龙市场 发红包春联 希望我们中华民国 这个风调余顺 台风小 然后呢 这个国泰民安出口多 尽管现任满八年 马英九人忧心国事 但最近却被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 批评格局太小 任内没有积极提拔青壮人才 因为我不太理解他在说什么 我的格局一点都不小 你想想看 我两岸签了23个协议 我还跟习近平在新加坡碰面 这都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 他说你小信息 好谢谢 听听就好 面对老部署的指教 马英九替自己反击 一起来买年菜的马大姐 蚂蚁男也很有默契 听听就好 不过还是有子弟兵护着自己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让萧续成 也上直播戏数骂总统的好 其实马英九那个时候是朱大 那个时候是 我觉得是言论最自由 你可以骂总统是 甚至于是把总统骂得猪狗不如 马英九的领导风格 是让台湾在那阵子是成为 族群最融合 不知开战苏起也剑指猴伴的金头脑筋普通 总统大选让蓝败破局 是决策错误 我到底为什么连我老长官 传讯给我都不回 我不能理解 他是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很明显这个决策是一个误判 蓝营的自己人都说 马英九不应该接受这个专访 因为他影响到侯友宇 如果今天因为马英九讲的 要信任习近平 让本来要支持侯友宇人 跑回去支持赖兴德 那赖兴德绝对不可能只有40% 原本是国民党的最大太阳 卸任后马英九想当蓝营预言家 但恐怕先被当成党内最大乌鸦 集中文文学位采访报导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